今天我们要前往惠师乐四天三夜的旅游 我们在四十五分钟后 会抵达第一站西温的灯塔公园 2014年搭公社来 那你怎么突然想来这里 带他们来 搞了灯塔公园 2014年的时候 老公坐拱子带两个孩子来这里玩 灯塔公园的入口 虽然下雨 还是很有那种feel 整个视野很棒 不过在风雨中出来旅游 还是第一次很难得的一个经验跟体验 应该这辈子会忘不了的 西温的灯塔公园是大温低路平原 历史古迹和自然风景兼具的一个公园 灯塔公园占据75公顷 曾以二战期间被用以军事海洋防护 保护着温哥华港 现在园区仍然保留当时市栋建筑 接下来我们来参观 具有历史性的市栋建筑 灯塔建筑建于1874年 在1912年重建 它是国家的历史建筑 它是国家的历史建筑 灯塔 年钱来的 哦 看到灯塔了 哇 下个雨 太有意思了 前方灯塔 塔高18.3公尺 整个结构为六边形 塔的顶灯像一个皇冠 所以它照亮整个部落内湾 对内湾的船只行驶安全 具有非常重大的贡献 460 cache 二118小时 并被释字圈 露洋充 飲洋充 露洋充 镇 Mühe 露洋人 因為外面下著雨 沒辦法在外面吃 剛剛走斜坡 所以有一點喘 OK 你看看 雲湖繞繞在山林 哇 有一種濃濃味的感覺 雨天又雨天的不同的美景 好